身為家庭主婦呢 我覺得過年最重要的是要整理 是家庭主婦喔 是啊 是啦 雖然看起來 但是我還是我覺得 整理家是最重要的 那所以我在過年的時候 如果往年的話 我都是自己打掃自己整理 可是我就覺得有時候 真的太累了 然後我覺得一定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預約道府打掃 因為有些小東西 他們真的很會弄 比如說抽菸機裡面 或是紗窗上面那個檯子 冷氣裡面他們都好會清 就會覺得說 一定要預約專業的打掃 來幫你一整年 他幫你所有的東西 都就定位都弄好了以後呢 你接下來一整年 就按照他的步驟 該怎麼折疊 該怎麼弄 然後來打掃 可是我覺得最重要就是 你一定要先預約 因為過年的時候太 他們太忙了 所以像我們現在這個時間 如果是 一個月前是預約不到的 通常預約兩個月 而且過年的時候 他們的價格都會上漲 可能一小時原本四百塊 現在可能都是五六百塊以上 那很合理 很合理 對 然後有時候還會給他們 一個小紅包這樣 所以我覺得如果 祖父想要省時間的時候 過年的時候請道府打掃 真的很重要 而且一定要提早兩個月 前先預約 那還有因為我 前幾年的時候 我準備年菜的時候 因為那個時候是新手媽媽 然後跟新手人妻 就很求表現 就覺得 要來做一下那個年菜 然後所以就是可能前面 四五天前就開始要準備好多菜 可能去買一些蹄膀 先燒 然後有些大菜要先做好 然後前一天 就是除夕的當天早上 還要去菜市場 那時候我就覺得 我早上六點去菜市場 應該夠早了吧 結果一去菜市場 人山人海的 你根本就擠不進去 然後一些好的食材 又被一些比我們經驗 他們前一晚就在那邊了 早就先買走了 他們通常都會先預訂 原來是這樣 然後我就擠得就是很熱很狼狽 然後六點去 然後光排隊有的攤位 可能要買雞肉 或者是要買那種小菜 我還要抽號碼牌 排到我的時候 兩個小時就過去了 我就只是為了要買那個滷菜 我就覺得我不要再這樣了 然後回到家的時候 做菜的時候又更生氣 就是可能你買到回去的時候 已經大概就是 你六點出門回到家 大概真的十二點了 然後可能就只能先吃個水餃 然後就開始一直煮 直到晚上六點多的時候 我老公說 到底煮完了沒 怎麼有的菜還沒煮完 我們可以先吃了嗎 然後我媽媽會和我婆婆就說 不要還是等一下啦 然後就變得是我弄完以後 我自己又不想吃 然後又很狼狽 然後所以我發現 這幾年的除夕 沒有一張我的照片 但我就覺得 那還不如就是我今年 就是我已經訂了一些年菜 不如就直接用訂的 然後其實也不多 然後不用這樣子 一直跑 一直跑 然後重點是 我們可以一家人好好的 坐在這邊一起吃飯 然後因為媽媽的脾氣好 媽媽開心 媽媽開心 全家就開心 我覺得今年過年 對 我全部都交給專業的 我不要再當一個 這麼累的媽媽了 我也要就是在那邊 打扮得美美的 然後喝個紅酒 然後年菜都已經做好了 只要稍微微波一下 加熱就好了 好的 我其實建議大家 就是在過年的時候 第一個可以有一些些 瀏海 比如說 瀏海 髮質的光澤度 頭髮的彎度 讓自己看起來更柔軟一點 對 我覺得這些都可以考慮 但我覺得這一位呢 以前其實我也幫他撿過 但我看他好像也沒什麼進步 因為我都很糖了 我沒有講理啊 應該是我吧 沒有講理啊 反正是我啊 幹嘛是我啊 我沒有講理啊 不是 我必須跟你講 你們把阿納哥 我就沒有再撿過了 阿納哥都沒有變耶 還有做嗎 老師 不是好了 其實基本上我覺得 媽媽們在過年的時候 你如果要整理一個頭髮 頭髮的質感很重要 因為你不可能就是像這樣 就是亂七八糟的很毛躁 再來因為移路可能 為了求好方便整理 然後比如說要綁什麼之類的 做菜什麼東西 直接綁起來 綁起來 紮起來 可是這樣就會很像 你等一下馬上夾個鯊魚 夾出去倒垃圾 對 會很沒有精神 所以其實我會建議他可以 有一些瀏海 層次 那他現在的厚度都是在下面 所以他上面就會顯得很塌 再來因為他可能有斷掉很多頭髮 上面就有很多 有推線 唱腸 所以我現在先把他剪 他前面的瀏海 先把他 剪很多 我要全蓋 就是不要這樣騎騎的 對 然後 瀏海的位置先這樣 那因為他 因為可能他生完小孩 然後 脾氣變得比較不好 我是說他的 然後脾氣變得比較好 他的旁邊的這個頭髮 掉比較多一點點 對 所以我就要幫他 而且都很難長回來 都一直斷髮 是 好 妳剩第二胎就長回來了 我不要再剩了 好不容易拉拔大了 太可怕了 所以在他比較空的這個地方 我會有一些比較短的 短的 對 這邊妳看 可以把它蓋住 所以他如果綁的話 有一些層次掉下來 會是好看的 對 對 因為老師 我現在綁頭髮 就會看起來前面頭髮 髮量很少 因為妳綁的話 一定是貼貼的 對 對 妳看我就會把它邊邊 然後到時候它這樣剝 塞了後 它這邊空的就不會那麼多 然後再來一個小心機 就是鬢角這個地方 不要那麼騎場 剛好在它下巴這裡 然後如果它是這樣的話 對 它這樣 這邊就可以有一些頭髮 跟你這一邊 就是抓得這樣光光的 是不一樣的 對 因為這樣即使你放下來 它這裡空的地方就會比較飽和 因為我相信很多媽媽都有 這樣的困難 有 才剪這樣就好好看 好看 然後因為乙露 我以前幫她剪過的是 比較短的 對 真的是私底下幫我剪的 對 可是我相信這種天氣她也想好 或者是她跟她老公 她也希望是有一點女人味的 然後我現在開始調整 她整個頭髮的重量的位置 因為乙露也是比較不修蝙蝠 她剛的下擺就感覺都比較沉 比較厚 沒有那麼有精神 對 然後我現在 前面已經先幫她做尾巴的這個 厚度了 去掉一些厚度 好 這樣子 你就會覺得她這一層的頭髮 就會比較有質感 髮質看起來好好 對 對 質感很重要 對 妳可以很醜 但是妳超有氣質 怎麼一直都取得好嗎 妳可以很醜 很醜 妳這樣好嗎 就是很有氣質 很優雅 嚇指她了吧 她想說我這個黏怎麼過 就是那個質感 質感就差很多 如果我們洗完頭 現在模擬洗完頭 對 對不起 哪一區 要往前吹 大家以為只吹瀏海對不對 對 錯 就是這裡 耳尖對上來的這一個點 這是耳尖 你們兩個也要聽好 不然到時候沒有頭髮 不要怪我沒有表演 不是 不然急 這個很重要 耳尖對上 耳尖對上來 有沒有 這是耳尖 對上來 這個點 這個點的前面都要往前吹 OK 明白 不要說妳的瀏海只有這一排 所以我只吹這一排 對 因為當妳這一個區塊的瀏海 全部往前吹 再去分線的時候 久了 它的線不會固定之外 再來 那一區的頭髮 永遠髮根都會是蓬鬆的 好的 老師沒有瀏海也是這樣吹嗎 對 也是這樣吹 它就會每一根這樣站它 難怪我每次往後吹 我沒有瀏海 就會直接都往後面吹 對 我都往後吹 越吹越塌 沒分線 可是就一直往後吹 對 按一下吹風機 然後吹的時候 雙手放到頭頂對不對 Z字形 這樣Z字形 先把它撥鬆 第一個Z字形往前撥鬆 這我會 對 第二個 Z字形 左邊 Z字形 右邊 好 好 第三個 把頭髮的根部 有一點點拉力 就是這樣子 有一點拉力 或者是你可以這樣 拉一下 這樣的原因是因為 有時候 因為其實我們才剛 Z字形左邊 右邊 它的線就合起來了 其實為什麼要去拉它一下的原因 你先看這個根部 它就是合起來 然後其實為什麼我們 要這樣拉一下 拉一下的原因 左邊 右邊拉一下 有時候你 分線分久了 它那個 根部都被你壓到扁了 所以有時候你把它拉一下 再去調整 因為妳這樣 妳這裡 這裡的頭髮才不會太塌 對耶 那才會這樣重重 對耶 所以妳一定是要 耳尖上來的這一區 全部往前 好 我現在來幫它整理 好 我們現在就大概完成了 所以就要幫它 有一些地方可以夾直 有一些地方可以夾彎 然後因為它的瀏海其實 我只有尾巴剪薄一點點而已 根部的厚度 我還是幫它保留 因為 乙露的額頭還滿飽滿的 其實額頭飽滿的話 我們根部的厚度保留 然後尾巴讓它薄的話 你就不會覺得是 妳很像在裝 阿妹仔這樣起起的 然後再接上我們旁邊 就是幫它剪一些蓋下來的洞 所以其實當它這樣剝的時候 妳都不會去看到它的這個洞 幫我拿一下 或者是比如說像 妳現在要煮年夜飯 對 一個桌子再年夜飯 就是這個併腳拉一下 抓一點點出來 簡單整理都很好 對 這樣剝一剝 妳想要再遮多一點 我剪滿多的 所以妳可以 好好看 再抓一點點 過來 妳就不會像綁一個 就不會像我把尚在煮了 比較像美鳥在煮了 如果妳要站時尚的話 妳要站時尚的話 眼睛閉起來 好 我怎麼太閉起來了 不是 妳怎麼 風吹 怎麼亂 然後眼睛閉起來 這樣都很好看 妳這樣都很好看 不是 然後就是頭髮的鬆度 然後因為它的瀏海 雖然看似其的 可是其實我幫它切很多 尾巴切很多 不一樣的厚度 所以如果它再長一點點的話 其實它還可以就是 把它 稍微撥一下 稍微撥一下 對 稍微有一點點 撥開也好看 好喜歡喔 就是稍微弄有一點點 What 對 如果它長一點 或是它綁起來 想要Q一點的話 對 長了以後自己稍微這樣分一下就好 對 比如說我們把它分開的話 然後一樣就是 並腳 一樣要把它拉出來 對 然後因為我們剪好這個 其實你只要用手 這樣撥一撥它就會掉下來 你看它這樣又是另外一個 真的 而且後面變好圓 對 或是另外一邊 這邊比如說我們還沒拉 一樣就是用手 而且上面這裡的空隙都遮住 都不見 看起來頭髮變得很 就是豐盈的感覺 那你就不會覺得說 你綁起來的馬尾就是 好像很硬 其實到這樣後面很不像一路 也不會猜這個人是一路 對 因為其實我沒有幫它剪多少 只是有頭髮的厚薄度 去重量把它換一個位置 然後最主要是 它這個前半取瀏海的位置 跟頭髮的厚度 去幫它做改變 如果你要跟你女兒一樣可愛的話 往上 就綁三個丸子 綁一個丸子頭 對 三丸頭 就是綁一個丸子頭 然後你剩下的這些瀏海 也都很好看 對 因為我之前完全是不敢綁 丸子頭的 就看你自己的變化 是可以的 對 頂著這樣好看又好真理的髮型 回家團圓過新年 感覺就能擁有一整年的 好運跟好心情 絕對比手機桌面 換成美輪明紅還要有效喔 但是在我身邊的髮型 不敢說我呢 通常會讓我來吃 我跟著啊 不是我 那是 很厲害的 就算我來吃 我來吃